本地今天新增了262起冠病确诊病例 9起是社区感染病例 当中3人为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目前累计的冠病确诊病例达42,095起 卫生部文告指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的262起确诊病例当中 绝大多数依然是住在客工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 9起社区感染病例中 3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 其他6人是工作证持有者 卫生部将在稍后公布更多详情